這次賽季重製的更新吧 賽季結束 到20賽季 20賽季有 那個 頭像球球 跟頭像調香師 跟頭像 這個 喔 球球已經出來了 那個很可愛的球球 然後再來的話 角色認知啊 這些四面賽 能保留100個 都是一些小更新 再來就是珍寶 更換成第20賽季 然後第19賽季的一樣可以去 去如果還有留著可以抽啦 然後珍寶可以用那個 線索兌換 然後現在月曆提升到200級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呃 商城上架的一些 小物品 然後角色的話是我們的 紅蝶 明天 18號 會 生日 然後小丑被調整了 抗局 抗局 如果被 求生者打斷 火箭從事被求生者打斷 抗組裝 就會保留部分 動能 減少下次 充斥6秒的 人確時間 如果是被求生者打斷的話 可以 減少6秒的 CD時間啦 他說保留部分動能是什麼意思 保留什麼動能 都沒有講清楚 火箭改裝時間縮短33% 喔 我看成哭泣小丑啦 這是小丑啦 小丑加強了 對 然後 現在小丑 24米的 道具會 亮起來 這個很方便 你說真的 然後醫生的話 治療他的速度 會降低 如果玩匹配的話 這可能就是 抵制有些人在 惡意玩一些匹配機制吧 對啊 然後 再來就是先知 先知算削弱 但是這個 主要 前面是在介紹匹配啦 然後之後他下調 主要我們是要看這邊 原本他的鳥有15秒 現在只有剩8秒 在一般你排位上 只有一個先知的時候 一隻鳥的時間 這個調整的話 其實算是也蠻關鍵的 因為 很多監管者不願意插刀 就不想要打先知的鳥 就被白白拖了15秒 但現在剩下8秒 所以其實也 算是給監管者蠻大的福利 給求生先知蠻大的削弱 戰鬥的話 只有那個 惡夢主影 道具刷新 同時 增加玩家同一個 重複獲取道具的 間隔時間 這只是一個 這幾個主要是 娛樂模式的 改變 所以的話 這個調整 基本上就是 小丑變強 但是我個人實際上看起來覺得 只是變得更方便而已 還是沒有改變的 它是一刀 而且又是容易會被 斷的一個事實 對 可以算加強啦 但是算是一個 中 終極的改良 然後醫生的話 可能就是 抵制就是 太多人玩醫生在 惡意 惡搞 匹配 這樣子 那先知的話 就是算是一個 蠻關鍵性的調整 尿的話 只剩下8秒 對 然後再來的話 其他的戰鬥就是 娛樂性的 基本上這一次 第 20賽季的更新 關鍵在 小丑跟先知這邊啦 對啊 那在修復這邊看起來 比較沒有什麼 特別的改動 都是一些 可能小bug的問題 對 好啦 就這樣了